哈喽大家好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周的购物分享 嗯 OK 然后废话不错就我们开始吧 先看第一个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等一会把它对焦一下 OK 然后第一个就是 番茄 因为我觉得番茄就是蛮好的一个可以放在家里的蔬菜还是水果 嗯 因为它可以做那个番茄炒蛋还有可以做沙拉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第二个 I didn't see the size 然后这个这个为什么这么小啊 是不是我买的时候在网上忘记看有多少克了 所以变成了一个迷你版本的 天哪这也太小了根本就不够吃 早知道那样的话就买 就看一下下次下次购买的话一定注意一下有多少克的那种 因为这个根本就不够一餐那个 OK 然后还有一个辣椒 然后还有一个辣椒 这样子 嗯 就是烤菜吃一般都是 然后还有这个 嗯 嗯 叫什么什么 香菜 对 香菜 然后是准备做那个卤牛肉的时候用的 还有一根黄瓜 嗯 是做那个凉皮的时候用的 下个行李准备就是做凉皮 因为好久没有吃凉皮了 然后还有什么 姜 就给你炒菜的 OK 然后另外一个袋子 这边 啊这边都是给我们家儿子买的吃的 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的婴儿米粉 因为我之前买了这个牌子的香蕉和芒果的那个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比较有奶香味这一款 所以我就打算给他们家这个就是纯米粉试一下 因为平时我自己的话会做一些新鲜的水果 然后加这个作为早餐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这个香蕉和芒果味的这个 觉得挺好吃的 我个人都挺喜欢吃的那种 还有就是 诶碰到橡皮 还有就是那个椰 椰奶吧类似 然后我是准备做那个泰国的绿咖喱的时候用的 还有就是这个咖啡的这个伴侣 这个用的蛮快的我们家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带是什么 就是一个 哦这里被撞坏了 就是一个那个什么 呃 瓜什么的 ok 然后这一边呢 就是一些蔬菜 然后又买了一个西南花 因为这个比较有营养 有健康 然后买了一个 这个应该是中文 中文应该是叫荷兰豆吧 我也不太解 反正炒菜还挺好吃的那种 ok然后 买了一盒鸡肉 这是什么玉米 吃玉米的鸡 ok然后是准备做绿咖喱 还有蘑菇也是做绿咖喱的时候用的 或者是鸡肉 也有可能就是做那个日本咖喱饭 跟土豆那个加一起也挺好吃的 然后还有培根 培根是准备做那个英国餐 叫那个Bublish Greek 做用的那个 嗯 之前 之前的这个 也就太小了吧 哈哈哈 老婆那边笑 那迷你版本 就是这个配这个吗 我也不知道这个叫 这个叫 嗯 Sprouches Sprouches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土豆 也是做那个Bublish Greek 就是这一次用的 然后买了一块牛肉 特别大一块 因为我准备做那个 弩牛肉和牛肉烧土豆 下一个是鸡鸡蛋汁 ok然后 这个是 啊 中国的白菜 就是平时炒的吃 它有什么呀 这里面 还有就是 啊 胡萝卜 也是买的这个春天然的 因为我们家现在就是 胡萝卜吃的挺快的 上次因为 因为 他爷爷奶了多吃饭 然后就把全部都吃掉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呢就是我上次 那个视频跟大家说过的 等会我再把对焦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 上次我不是做 就是有个简单快速凉皮的做法吗 然后那个视频我提到的就是在 我现在买这个 这个 这个 另外一个名字叫 就这一块 大家看一下包装 然后这个比 我觉得那个中国昌市买的好吃一点点 比较有嚼劲一点点 然后我买了两袋 本来我们这边的超市是有的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好像他好像说因为不太流行 所以没有了 然后我买了巧克力 这个也挺好吃的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儿子的早餐 然后这个是买的草莓和香蕉味的 不知道怎么样 还有一个就是 给我儿子买的一个饼干 因为他快七个月了嘛 七个月之后就可以开始吃这些饼干了 然后香蕉味的饼干 挺有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吧 OK 没了好像就一个大蒜 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啦 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 拜拜